1949年黄瞻随家人迁居香港 有一天听说表弟被同学揍了 他气势汹汹去出头 到了一看 是发现对方是学校的猛人李小龙 表弟就在自己身后看着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挨揍 跟李小龙过过招 这事让他后来吹了一辈子 可能李小龙当时也没想到 吃他拳头的这位 竟然也是一位绝世奇才 大学毕业后 黄瞻入职广告公司 彼时香港流传的洋广告 多半是英文或傲口的粤语配音 初出茅庐的他大胆突破 将粤语白话写进去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短短十个字便拉开了 香港广告业改写的序幕 也让他一战成名 他想既然广告词自己能写 那歌词应该也能写 1980年顾家辉找他写词 他念了一遍曲谱后 找了张纸就开始在上边画 从浪奔开始到写完最后一句 整个过程也就20分钟 写完之后 忽然想起自己还没去过上海 也不知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 于是打电话给两位上海好友 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各执一词可转念便哈哈大笑 我心中有浪便足矣 所有人都说 只有他才能写出这么豁达大气的词 而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 却是他浓浓的爱国之心 1982年 中英开始对香港回归进入谈判阶段 同年日本篡改教材 掩盖侵略事实 国内民愤难平 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找到黄瞻 想请他写首国语歌 可他很少写国语 又认为没有市场 本想拒绝 但谈到这首爱国题材的歌时 黄瞻便一口答应 想到当时的时局 顿时心潮澎湃 当下便决定取名 我的中国心 发行后果然在市场上 没有泛出什么水花 直到1984年 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阶段 而恰巧春晚导演在搭车时 偶然听到这首歌 机缘巧合之下 才让歌手张明敏 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舞台 饱寒深情寥寥几语 就唱出无数漂泊在外 中华儿女的滚烫中国心 也让浓浓的爱国之情 在每个人胸中沸腾 90年代的香港九绿灯红 是步入千禧年前最后的狂欢 演艺界的空前繁荣 让黄瞻迈入事业上的巅峰 1991年 他从古音街 工商绝职语中找到灵感 沧海一声笑 横空出世 古韵十足又挥洒大气 罗大佑连呼了不起 他发现这首歌 用粤语和国语来唱 同样合乎腔调 洒出豪放 尽管被无数人翻唱 但最经典的却是徐克 罗大佑和他合录的那一版 据说当年徐克和罗大佑 赶到黄瞻录音室 为《笑傲江湖》 录这首主题曲时 刚唱完一遍 黄瞻就告诉他们结束了 徐克以为是唱 毕竟他还把歌词唱错了 黄瞻扯着大嗓门说 《笑傲江湖》嘛 就是这样子 再录就没了刚才的洒脱 90年代末 乐语流行乐开始衰落 一进六旬的他 身体也美眶愈下 于是他放弃工作 重新回到港大 攻读流行音乐系 一篇论文写了六年 洋洋洒洒十五万字 几乎涵盖了他毕生 对流行乐的思考与理解 而此时的他 已经步入了人生最后阶段 肺癌化疗 身体虚弱 但始终彼更不错 最终62岁高龄 凭借真才实学 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外在风流疏狂 内力却是敬畏谦卑的文人 他是世间难遇的鬼才 也是尘世中 烟语任平生的凡人 就像《问我》里所写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 问我悲呼声有几多 我孝主回答 讲一声 我是我